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 为今年花上美满的句号 事不宜迟 让我们一起来留意教会动向 今天受喜的弟兄姐妹 你听见仲天使在为你吹号角 为您的重生欢呼喜乐了吗 对于今天受喜的弟兄姐妹来说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在此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聚会后留下来 一起见证这荣耀和美好的时刻 路德是个怎样的女子 以致她在郭阿世和神的面前都懵懂呢 1月6号和7号将有路德记查经班 时间是晚上8点至10点钟 想在2020年里更有丰盛 先向路德学习吧 位置有限赶紧报名万物错过 电梯门 家门 玻璃门 除了橱柜的门 不管什么门打开时 我们站在旁边 让里面的人先出来 这是种礼貌 同样的 不管坐在哪一排 先填满中间的位置 让其他人可以在不打扰你的情况下入行 也是种美德 当然考量到行动不变的朋友 你的谦让是种修养 打开新门 一起做个有礼貌 有美德 有修养的人 套开过去 重新建造 重新建造 永不闲持 将会是自明牧师将在1月5号 第12号与大家分享的主题 父母有高情商 就能减少冲突 让家越来越有爱 家是父母和孩子的结合 所以儿童组织学也将在第二堂聚会同步进行这个主题 孩子们将学习情商 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当天还有幸运轮盘 迎娶当下最流行的Frozen 2精美小礼物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结束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刚刚过去圣诞节的照片吧 天上的爸爸 我们谢谢你 2019年所经历的起起伏伏 全都有你美好的安排 美妙的计划 2019年即将成为过去 而这个的过去 有爸爸 你的爱 你的同在 你的恩惠 你的帮助 你的盼望 你的安排 我们献上感恩 谢谢你爸爸 如此的爱我 2020年 我相信 更好的事将要发生 更大的复兴 要来到我们的教会 包括在Arcadia和Clang的分堂 因为神 你愿万人都得救 我爱你 我爱你 优优独的优独的优独的优独 我爱你 优独的优独的优独的优独